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雄的频道 上次有人问我 想让我继续讲讲歌手第二期 应该看看我的评价 很遗憾啊 在这个第二期播出的时候呢 我仍正在底特律参加漫画节 没想到那个漫画节非常这个火爆啊 我就一点也没有招出时间来听 来来评价 等我回来的路上想要去听的时候 再想评价的时候 发现已经过去几天了 然后这个性质也就损失的 也就差不多了 索性就不录了 那么今天正好赶上看到第三期 我想在下星期在比赛的话 我恐怕我也不在 我可能要去日本了 然后再加上我要去达拉斯 夏洛特呀 整个在美国这一周 这个每个星期都有活动 所以说那我就抓紧这个时间吧 就把这个刚刚看看 趁着热乎劲的 把歌手的第二期和第三期一起说了 主要讲讲第三期 因为第二期其实已经是时过境迁 迎来了几位新歌手 一个是杭盖 这是这个第二期来的 这个正如我上次说 我说中国歌手能够与海外相抗衡的 那么就是藏族歌手和蒙古族歌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黄轩 黄轩对他以前不熟 但是呢通过这两次的这个演出呢 对黄轩基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印象 那么第三期呢 就是来了一个新的歌手 叫亚当 亚当是后来好像是黄灰乐队的主唱吧 一个瞄着眼线的男人 那么这三位新人 几位旧人呢 告别的就是杨成林 二手玫瑰 还有海拉木 海拉木在第三期走的 我先来说说海拉木吧 因为我觉得这三场表现呢 海拉木表现的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他已经走得不错了 因为我觉得对这种歌手来讲 草根歌手 他发挥的一直很平稳 这三首歌的风格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 说起每个歌手的实力啊 其实我想大家心里是有名次的 你比方说夏天末 那无疑就是很高的一个水准 那个R&B啊 Soul啊 那是他的就是长在骨子里的音乐感 黑马 Fusia 那也是一个声誉辽阔 然后能够适合唱大歌的歌手 这都是一线歌手 然后那应 汪苏龙是有才华的 但是汪苏龙呢 唱歌演唱技巧不行 每个人对歌手的感觉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 但是呢 歌手这个节目呢 他本身并不一定单纯是靠演唱的技巧来取胜的这么一个节目 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赛 比赛呢 就是有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了 那么如果第一期你刚来的时候 看的是实力 那么到第二期第三期的时候呢 其实比赛的是你的智力 和你对整个的知己知彼的这种判断 其实是一个战术的比赛 你比方举个例子 前几期歌手比赛夺冠的像什么 邓紫棋呀 韩磊呀 我发现就是说 真正他们在 并不是在第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着 非常实力碾压式的超过别人 他们实际随便都差不太多 那么就是说 在这几次的比赛当中 他逐渐的掌握了 观众的情绪 和逐渐的拓宽在自己的歌路 一般是韩磊 韩磊比方说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他可能并没有决定 我这个在歌手里能够 读得拿的第一 或者是我能够 他只是想走走过场 也许就可以了 但没想到 后来就逐渐找到感觉了 逐渐找到了观众的口味了 而且逐渐适合这种舞台表演了 那么韩磊得了这次冠军 邓紫棋其实也是这样 大家从来没有想到 邓紫棋会有 在那个演节目之后 变得大红大紫 就是因为 在整个的团队参赛的 所有人 你要知己知彼吧 那么就 邓紫棋恰在那几期当中 那个年轻女孩 那么他也是 占了这么一个优势 所以说 他就在那一期里 邓紫棋就一名精神了 那之后的几期 我想印象都不太深了 那包括可能有些 林一连的吧 林一连是实力唱将了 那么在这期歌手呢 因为有 引进了很多海外的 一些一线歌手 比较实力歌手 进入到这个 中国的这个舞台来 所以更引发了一些关注 而且就是 他也是一个实唱性的 这就这个 引发了 这个这次的几次热潮 那么呢 从这里面看呢 我对上一期 第二期的时候 其实我有 对那英有点失望 因为我觉得那英 选的歌啊 有点老黄 酸嫩气 装嫩 其实这首歌 非常不适合那英 包括他的 那个律动感 节奏感 其实那首歌呢 可能适合杨成林 杨成林唱的歌呢 可能适合那英来唱 因为那英在处理 他那个年龄 那英现在的年龄 和他这种这个 对人世间的理解 他那种表达那种 声音的质感 更适合表达那种 深情 委婉 然后生动的歌曲 而这种年轻的活力感的呢 其实并不适合那英 我觉得看了 其实有点尴尬的 我觉得你看 50岁的老太太 唱着一种那种 那种20岁的女孩的心情 真的是有点 我觉得是有点落差的 实际上心里是不舒服的 但是在这一期里呢 这一期那英唱的这首歌呢 我觉得第三期呢 那英唱的蛮感动的 就是这是那英的歌录 也是唱的不错的 遗憾的是哈 就是我觉得 可能外国人并不能够真正能听得懂 因为那英他的发挥的技巧 他并不是说像夏天莫那样 在唱的用情至深处的 他能够往高潮 往海豚音上甩 往高潮上炫技 那应是越来越深 课的时候越往深了走 越往地埔了走 那么他这种感觉呢 其实和西方人是处理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有我的经验 因为我在美国 这个跟这个行业也是接触久了 我就又发现 在一个团队当中作战 或者在一个比赛当中 长线的比赛当中 往往在最后呢 是亚洲人占有优势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西方文化呢 有个好比个例子 西方文化是披萨 就是说他把这个所有的好吃的 都放在外面 那么中国文化呢 是饺子 他把好东西呢 放在里面 当你对这个人物 越来越深的理解 越来越深的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人 那么也在过程当中呢 这个人的个性魅力啊 他的演唱技术 也会在磨练中 逐渐的成熟起来 这是中国人的优势 也是亚洲人的优势 但是西方人呢 喜欢一鸣惊人 你有什么好东西 就拿出来炫 然后你几期就保持下去 那么这种情况 对于夏丁默来讲 就是一个审美疲劳 因为你刚来的时候 你是十里碾压 你再看的时候呢 就大家就会 中国人就会觉得 第一是 你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第二呢 就是说 接受你这种东西了 你没有带来新鲜感 因为它毕竟是个比赛的节目 它不是一锤定乾坤 比赛一次就结束 它不是 它是长期这么滚动的比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就要考虑 你应该如何来选歌 如何来利用你的优势 其实利用你的优势 不是最主要的 因为你的优势已经摆在那里了 最主要的是 你了解别人的缺点 和别人的选歌 和别人的选题 和现场观众的口味是什么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很遗憾啊 夏天默在这三期里 是一期不如一期 第二期里呢 它是排了第二吧 还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夏天默呢 他上次唱那首歌 其实是应该 Superwoman应该是排第一的 因为他唱的确实很好 那首歌 那么这一期呢 唱的惠特尼休斯顿的歌呢 其实我对夏天默稍微有点失望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惠特尼休斯顿的歌 这首歌基本在欧美 这歌手里几乎每人都会唱 而且唱的很流利 基本处理都是 每个字条怎么图字啊 什么地条需要转弯 大家每个人积累都很熟悉 但是呢 夏天默唱的很常规 没有超出预料之外 而且他喜欢第一个出场 第一个出场我觉得 夏天默好像没有真正在状态里 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显得有一点疲倦 在他和那英之间的比较里啊 他俩这个正好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那么夏天默是从刚开始的放松 然后到现在这一期的就逐渐的懒散 有点有点慵懒的感觉了 那一个呢 刚开始是紧张 到第三期呢 反而能够把心态放下来 反而能把这种歌曲的处理的非常恰到好处 非常理解中国老百姓的心理 但是呢 那英真正也没有达到他的突破的程度 没有真正拿到最好的标准 对他有所期待吧 那么看看那英该怎么打 再说一下涵盖乐队 涵盖乐队第一期呢 那肯定是我说了嘛 他肯定会吓人一跳 但也几时吓人一跳而已 当然第二期住酒歌 哎呀 我就不知道他会能坚持能热到多久 那么有一点点 就是说这种审美疲劳 他不跟夏天默的审美疲劳不一样 夏天默的审美疲劳就是你觉得 他毕竟是一个好看的歌手 那涵盖的他可能就是说 你形象上就是 就是就大家会知道你长的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操汉子 你的歌曲呢也是这个样子 但你要不能实现一个华丽转身的话 在这个舞台上不能产生变化的话 大家不会给你更多掌声 也不会给你更多的投票 这就是为什么说歌手舞台比赛的一个 一个要点 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在这个舞台比赛中 产生你的变化 你在这个战斗中像超级赛亚人一样 就真正的去这个进化了 然后竞争去超出大家认知了 这是整个歌手比赛的要点 随超出这个认知 随于华丽转身越好 随便能赢得这个比赛 那么再来说一说这个黄轩 黄轩呢 其实第二期看的时候啊 大家对他很多人对他有这个非常大的表扬和包养 觉得他很不错 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油滑 就是说第一是他是有百老汇性质的感觉 百老汇性质这种歌唱呢 本身其实在中国这个文化土壤里不是很接地气 你比如说我们唱是看狮子王或者看歌剧魅影 歌剧魅影是典型的百老汇 十佳歌是典型的百老汇 但你说在中国用这种百老汇式的演唱风格 在中国这种歌手舞台上的表演 大家会看个新鲜 实际上他和他只是一个升级版的二手玫瑰 我应该觉得应该是这么一种定义 但是呢黄玄有个好处 就是说他呢是一个很放松的歌手 就是他把自己更像个主持人 那么这种主持人有几多天然的优势 这种优势就是说他不像你看那个海拳呢 或者是什么何炯啊 这种主持人 他们是在中国这种体制下 这种场面里经过磨练的 直到看颜色形式的这样的主持人 但是黄玄不是 黄玄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挨过欺负的主持人 他对这个社会呢还不太了解 对游戏规则也不了解 那就凭着这种任性和那种 台湾那种比较温清水暖的环境里 养出那种惯性在这个社会上 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去玩 我觉得就在像张真月 像哈国邦 就这些人 他可以在台湾社会很嘻哈 在自由社会很嘻哈 但在中国社会 你会知道你有几斤几两 你会看到碰钉子 你会碰一鼻子灰 所以说可能黄玄说会 有人说他越来越发挥越好 我觉得不会 他可能在几期之后 他就慢慢就感觉到这个气场不对 然后呢慢慢找不到自己的一个舞台定位 所以他第二期 他觉得他想唱一首歌 但黄玄并不是靠歌唱来取胜的这么一个歌手 所以我觉得并不会有太好的表现 即便大家会给他一个感情印象 会有个新鲜感 新鲜度 但是突破不大 因为他的表现能力 不在整个中国人的点上 汪苏龙呢 第二期 第一期我都觉得表现平平 但是第三期的歌曲呢 我觉得还好 就蚂蚁 这种感觉呢 有点动漫感 有点颠覆感 有点突破 汪苏龙呢 他在音乐上的作为 我就再给他几期的路程要走的话 我觉得汪苏龙可能在音乐表现上 可能会比较不错 但是问题是 他演唱的实力 技术演唱的是有 是有天花板的 如果任性起来 就是把他才华真正释放出来 就说你比方说 他这种新生代 IT时代 AI时代 动漫感 和那种年轻人的这种才华 如果能够释放出来的话 因为我对于这种东北小孩子 年轻人的孩子 我是有了解的 只要给他们一个 真正在一个战场上去历练 那么几期下来呢 他就很聪明 你比方说梁博 梁博就是典型的这么一个东北孩子 但是梁博的才华 在这种几种历练当中 他就绽放出来了 那么汪苏龙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在音乐素养上是可以的 但是他跟梁博有区别 梁博的艺术有根 汪苏龙的艺术呢 他是有点 有点华丽感 但是这种华丽感有点漂浮 有点像这个空中楼阁一样 就有点 你说这是华丽摇滚 未必 是有点介乎于 郭敬明和皇后乐队之间的 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如果他发展好了 那就是皇后乐队 发展不好了 那就是郭敬明 汪苏龙是在这个区间里 活跃的 我个人对他判断 有可能是这样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歌手叫 华丞宇 就他那种 就是走火入魔形的 郭敬明 那就你觉得这个 就已经把自己唱摔了 唱痞了 这个路没法走了 没法走下去了 就是变成这么一种结果了 所以说汪苏龙是个 可以期待的这么一个歌手 那么在接下来的 这个几次的表演当中呢 我们还在继续观望 这越来越有意思了 因为我觉得第二期的整个的音乐质感上 就是在演唱的这个形式上 乐队的现场配合上 其实出现了很多纰漏 但是我想现场也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搞乐队搞现场 那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但第三期确实表现得非常好 每个的乐手和整个的歌手 都进入到状态里面来了 失去了那种那个 刚开始那种nervous的感觉 尤其是像那个亚当 亚当来之后 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比赛 他就是来看演唱会一样 反而是夏天默 他反而觉得这已经没 刚开始演唱会的感觉没有了 反而像是比赛了 反而有竞争了 那么这里面其实放松的 就是fusia fusia的小女孩 我觉得她是最有潜力的 她很有可能是真正的黑把 或者有可能会最终夺冠的 因为她有最大的本钱 就是她年轻 年轻而言会改变 而且她的音语那么辽阔 就会是唱大歌的 她只要有个好的经纪人 音乐合伙人 在整个湖南台的歌手里面 有一个好的经纪人 来策划她的选拳曲的话 那么fusia会应该会 会走得很好 会大火特火 因为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 而且她可塑性又非常强 她现在就是就是说 她能不能够熟悉这种舞台上的 亚洲文化 这是fusia一个面对的一个课题 第三期 她应该是第一吧 那么如果是再下来 没有更大的 更好的空降来的 这个戏人乐手的话 我相信她是能走得 更稳 更好 可能会夺冠 那么 亚洲歌手 中国歌手 还能来谁来踢馆呢 我现在是脑子里 想不出更多的人了 因为 其实 找一些 纳英同级别的歌手来讲 我觉得这是比较尴尬的 因为 新人来不了 好歌手呢 又不能 又不能摆好 和纳英之间的这种位置 因为我觉得没有谁能够在 现在当然到第三期的时候 已经发挥的很不错了 已经有她的这个情感了 嗯 话说过来 要隐身一点啊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审美格局啊 就审美审美 音乐审美呢 其实我们这三十年 是被这个西方文化所带动 尤其是被美国文化所带动 然后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方向呢 也是受美国文化的这种影响 跟着他们走 跟着日韩 跟着港台走 那么真正突破的这块 没有建立起这种 中华文化审美自信呢 这是这一百多年来 中国文化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失落状态 失语区 从整个的五四之后 中国的文化就一直是非常尴尬 学又学不明白 然后差距又很远 我们学了几十年 发现我们音乐还是 还是差很远 那么我们原来 本身很好的东西呢 却又放弃了 这是我想 这是最大的一个遗憾 我们再想找一些那种 民族歌手 反映社会人文生态的那种歌手 和旋律 反而变得很难了 你说中国民间 有没有好的歌手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 但是你说 只有像哈莱阿牧那样子呢 那是被大众审美所塑造出来的 但是你比方说 我们刚开始在 西北风流行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唱新天游啊 唱一些山歌啊 那种比较好的那种天台歌手 但是呢 他又不能登大雅之堂 这始终是中国流行音乐界的一次尴尬 究竟该怎么走 我相信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歌手 这个节目 使我们所有的音乐人 所有的这些观众们 能够准确的来思考自己的文化定位 你比方说 举个例子 日本就在整个的世界文化的这种流行音乐 这里面 日本始终很稳的坚持自己的审美取向 这种审美取向 他不受 当然他也会喜欢麦克尔杰克逊 也会喜欢麦当娜 但是他还是以自己的音乐为主流 那么韩国呢 就是以把西方音乐 能够带入到韩国的流行文化里面来 然后就反食给西方文化 你比方说 现在的韩国歌唱团 韩国这些流行音乐组合 已经席卷了欧美了 已经欧美文化已经被韩流所所所所所改善了 这个市场变得更大 韩国人做的无疑是很好 非常好 但是呢 韩国的文化里面呢 你说他有多少民族特色啊 我觉得哎呀 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民族新的文化 韩国越来越世界化 但是呢 世界越少越来越少了一个 一个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韩国 那么中国呢 那正也处在这个巨变的时代 音乐呢 只是一个现象 这个一流行音乐只是一个现象 更多的是这个现象背后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整个这个大时代的尴尬 这个文化上的一个方向感 和文化上究竟该该走向何处 这也许是通过这个歌手这个节目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人的思考 那好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一说的歌手第三期的关护感 期待第四期 但是第四期呢 我可能就会在日本录了 因为在日本我参加电影节 然后我们的电影呢 会在日本上映 我也会参加解答一些 在现场解答一些观众的问题 那好 那我们日本见 好 拜拜 拜拜